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这堂课来学习 明示大家之一 沈州的一幅作品 然后我们还是像我们平时一样 我们最近这几堂课 学习的一个办法 就是一方面是学习古人的笔法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结合一些照片 也相当于是写生 就是这个笔法 我们从某个古人有名的一个画家来 然后呢 这个形态从自然里边来 也就是说从照片或者是从写生 我们现在写生比较少 一般的是用照片也非常方便 所以从照片 然后结合这个笔法来画一幅画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我稍微讲一下沈州在历史上的地位 然后在中国画的这各种风格里边 跟西方的一个比较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风格呢 叫文人画 就是从沈州开始 文人画 然后文人画 那我们跟它相对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宫廷派 宫廷风格 就宋朝的时候比较多 就是说宋朝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 特别是南宋的时候 然后后来就在南宋的末期 实际上就主要是沈州的时候 开始出来一个文人画作为一个独立的 所以这里边呢 有两个世大家 一个是沈世大家 一个是明世大家 前几堂课呢 写了这个清世生 也是属于这条路 但是我当时就讲到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清世生 实际上是文人画里边呢 分出来一个反胖性质的 因为文人画主要还是 沿着儒家的传统 儒家的这个传统走下来 虽然有时候不一定是做官 或者是跟朝廷有什么关系 但是基本上沿着这条路 到了清世生呢 有点反叛的这个 但是从风格上 也是属于这个文人画 也是一个旁支 我们今天又写的沈州呢 就是这一个明世大家的 第一个沈州 一般来说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平时看一些古话呢 一般来说是说他的字 所以经常会看见沈石田 包括明世大家里边的 唐炎 唐伯虎 文征明 文征明事实上 这是他的字 他的名字是文壁 所以文征明事实上 是他的字 求音 所以这是明世大家的 可以算是文人画的一个 达到一个高峰 我这里稍微罗列一下 同个时期 事实上这个是正好对应于 这个西方的文艺复兴时候 也是从绘画方面 出来文艺复兴的时候的 三大家 就是达芬奇 米开朗 奇罗跟拉斐尔 他们正好跟这个 明世大家几乎是同时 沈州比达芬奇 大概老了二十多岁 最后一个求音 比那个拉斐尔 大概差不多同时 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 明世大家的这个高峰 跟那个文艺复兴的这个高峰 差不多是同个时期 所以我这里稍微罗列一下 这个这条线 就是说这条文艺复兴的这个风格 跟在那之前 好像我们从中国画的角度 是延似大家这是文人画 从十三世纪开始 就是走这条路 一直走到清朝 这个风格呢 基本上不断地抽象 不断 但是基本上演的这条路 而为什么叫做文艺复兴 这个呢 是有一个出来一个革命性的 一个一方面呢 就是出来这个 比较写实的焦点透视 第一个人呢 不是达芬奇 而是在他比他早 半个世纪的马沙桥 第一个使用这个焦点透视 这种风格呢 相当于有点写实的风格 而比他早的相当于对应着 这里也都是延世大家的这个时期 就是说十三十四世纪的这个时候呢 事实上在文艺复兴之前呢 这个风格事实上是叫做歌德士 或者是拜占庭风格 然后呢到了这个相当于到了我们 明朝的这段时间呢 一下子就跳出来一个这个文艺复兴的 这种比较写实的现代的 相当于跟现代连接在一块的这个风格 歌德士的这个风格事实上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事实上等到后来西方的艺术发展到后来 反而又回到歌德士的有一种 有一种那个你有时候第一眼看起来有点刻板 但是呢事实上里边的有一些人的眼神啊 那些风格也非常有意思 有一些抽象的这个 而且同时呢这个歌德士的这个时期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跟技术的发展 好像书跟那个铜板的印刷有联系在一块 下一堂课我们会学习这米典画法 就是米延章 就是米福跟他儿子的这种 有一种叫做米典的画法 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讲一讲 他是南宋的时候的画家 好所以这个是相当有意思 明世大家的时候呢 正好跟那个文艺福系的高峰是重叠 那我们再会快的罗列一下 从沈州开始到后来是明世大家之后呢 这个很重要的习伟 然后呢是董奇潘 这是相当一个极大层的一个画家 但是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所谓的文人画跟我们后来 说的这个清世生的这个风格有什么差别 因为清世生是明显就是跟朝廷或者是正统合不来的 而董奇潮呢是一个做官 进进出出很多次的一个画家 又是文人又是做官的这个 然后陈宏兽 蓝银是比陈宏兽还更早一点 然后陈宏兽是相当一个从这种文人画过渡到这种文人画的一个重要的过渡人物 有点反叛性的啊有点非常独特的抽象 从这边这条线呢从那个达芬奇到拉菲尔这个高峰之后呢 出来也一路啊有很多非常有名的大家提香 鲁奔斯还有乌埃这个是宫廷画的一个风格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很有意思 这个这三边的这些人的名字啊都是意大利人啊 然后这个是这时候呢这是一个法国人 而我们知道呢到后来法国的艺术变成最重要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个 就是说我这里只列到了17世纪早期 然后后来国的开始从风格从多样性啊 然后到后来的这个比较现代的音效派 这是后来的事情 而从中国的这个角度呢 从文人画的发展到了清朝啊 有点像特别是世王 就是这个清世争之后的这个世王有点变成有点停滞不前的感觉啊 当然也不能这样说 但是因为主要是我们观看这条路 因为到后来郑伯年啊这些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呢不像这边到了下一个世纪啊 发展着风风烈烈啊 这个这边呢就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 到现在到了这个高峰之后呢 有一点像变慢了一点啊 这个好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 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写的这个 沈州究竟是什么样的地位啊 那从绘画的笔墨的角度呢 是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相当于综合继承了 黄公望跟吴正的这种那个抢剑山水啊 的这种笔墨笔法 抢剑山水啊 这个我们也画过不少次啊 抢剑山水的这种笔法 然后呢又学习泥藏啊 就是泥泥泥的直带春的这种笔法 这个文人画的笔墨是什么特点呢 相当于就是说 从宫廷的话脱离到这个文人画的这个过程呢 相当于把笔墨给独立出来啊 笔墨给突出出来啊 所以这个笔有很多个 很多种变化啊 墨有很多种方法 有很多种变化啊 所以它的这个笔呢 这个整周的这种笔呢 笔就严啊 笔就严重 严重的这种笔法 墨基本上呢 有点还是泥藏的这种 还是比较相对于比较用的比较干的笔啊 不像是这个 我们下一堂课呢 我们写的这个 迷点呢 这个墨法方面是另外一种极端啊 用比较湿的笔来画出来这个画 这些还是这个相对于我们以前写的 相对比较干的笔啊 就是说比较 有点像书法啊 书法入画啊 当然这个 这几个明师大家里边的 特别是这个文真明跟唐延啊 书法都非常好啊 笔的这个感觉特别 所以这个写的这个笔法啊 里边 很重要的这个通过明师大家来写 进行这个笔法 好我们今天来画这一幅呢 我们我们这两堂课啊 两堂都是画省周的这个画两幅画 第一幅画呢 我们画一幅比较构图比较简单的 就是前头有一个山坡 然后两棵树啊 后边有一个方床 然后我把他的这个树呢 我们来用两幅照片啊 来来画出来 我们相当用他的笔法画 我们想要画的这个形态啊 这个是我们前几堂课写过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方床啊 看看照片上的方床 我们不用把他的这个中国式的方床 画成一个现代的方床啊 好我们来稍微构图一下 就按照他这个构图 然后我们可以 然后前头的这个 一些山石堆起来的一个山坡啊 然后我们这个这一块东西 又写他的什么 除了这个笔法里边 我们画出来这个石头的这个立体感啊 这个我们的目的 第一个 写他的这个用 光是用一些笔 把这个石头的这个立体感给画出来 好 然后接下来画两棵树啊 这个一棵是 我们按照我们这个照片上的 把它给缩小啊 这个我们以前说过 这个照片是焦点透视 焦点透视你画到中国画的这个 这个画里边呢总是应该把它怎么样变化 把交际给变化一下啊 然后 然后把那个 在画面上面相当于 把人给拉延一点 把观察的人给拉延一点 所以东西就给变小下来啊 这是第一棵树 然后呢我们 后边像他这样 像他有两层的这个树是吧 所以后边的这一层 后边的另外一层树呢 我们画成另外一棵 往外生长的 主要是我们来看看这些树枝是怎么样 排列啊 树枝是怎么生长的 这一些那个通过自然的这个东西得到一些启发 有不同的树的树枝长的样子是怎么样 然后看看我们光用笔 把这两个树能够画出来它的区别啊 刚刚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challenge 就是一切我们光是用线条来画 好 然后接下来画这条方船 就演出的 按照类似于它的这个构图 画这条方船 然后呢我们它演出呢什么都没有 我们演出呢 画一点眼山 把这个弧面的边界给画出来 好 就这样的构图 所以重点都是用笔 用笔在画 就是 用这个笔法 来表达这个画面 好 我们来先看看 画前头的这个坡 我说这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画这个坡 就是用墨 然后我们能够画出来 堆积的这些石头 一个前后的这个感觉 就是说然后每一块石头本身呢 又是一个立体的感觉 所以我们用用笔呢 来把这个 光是用笔法 把这个石头 一块一块的这个石头 用看看我们能够能把 画出来这个石头的这个面 石头的这个 立体感的这个面 所以我们现在先画第一块 是吧 然后呢 旁边再挤进去一块 然后旁边的这挤进去这一块呢 相当于把第一块给秤出来 然后它互相之间呢 有点互相支挡了一点 但是也不是太多的这个支挡 支挡了一点 然后我现在注意这个我们是为了 简简单单的一堆石头 但是呢 又画出来它的这个变化 所以我现在笔尖了稍微 沾点这个 沾点水啊 把这个墨给变淡下来啊 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 然后呢 石头与石头之间啊 可以加一些这个春法啊 就是说这个把更进一步把这个石头给秤出来啊 好 我们现在接下来画后边的旁边的这一块 这个旁边这一块呢 你可以看它的这个原作里边呢 是有点 简单的几笔啊 这个 但我现在还是秤了这个比较淡的这根笔啊 然后 但是这时候呢 就要我想画出来 前头这一块石头跟后头这一块石头 有一个一前一后的这个啊 就我们今天的目的是要花出来 这个石头 这一堆堆积的石头 你可以 多多少少 又是堆在一块 但是又有前有后 但是这一切呢 我们全都用 全都用这个 笔啊 刚刚的这种笔来把它表达出来 后边的我们又把它给 变淡一点啊 那这个大家看这个非常 简单的都是一直在画石头 但是为什么这个就是 简单的这个画几块石头啊 为什么要要这么 就是说 达到什么目的啊 我达到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能够控制好这个我们 想要表达的 这个立体感 然后 最后呢 又是 变成一个坡 但是这个坡上面又是一堆石头 所以这个 然后这个坡呢又不是一个平面 是一个 一个立体的 好 这个中间的一层石头 然后呢 或者是土坡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顶上呢 再继续 继续往上面 堆积这个石头 这个呢是 这些石头 互相又 又画出来 不管是有这个立体感啊 还有一个稳定 所谓的稳定 就是说这些石头不是松松散散啊 也是 就是使得 互相是这样 有一些依靠啊 有些互相 不光是光明暗方面 相秤 但是在那个支撑方面 也有点相秤的那种啊 所以你 也注意 注意在这个顶上这些呢 要画出来有一点重叠 就是 互相有一点 交 交错 这样才显得这个 这个比较稳定啊 好 我们现在留着这个空间过后 树从这里长出来啊 像他的这个原画一样 树从这里长出来 然后在树后边再 过后我们再补一点啊 使得这个增加一点立体感 好 所以现在我们 我现在像他的这样 我又把笔变得稍微浓一点了 要回到浓一点的这个 然后 这些石头的腹箱之间的这些缝 我们过后呢 还有这个这个 非常简单的这个石头 相当于把春叉点斩的几步 钱都给用上了啊 过后我们又又画这个点 好 这个 最高的这一层啊 我们把它给 又把它 比肩 我踏着一点水 然后把它给变大下来 好 然后 然后你这时候注意 我们这是又是有一个 单位跟 通过这个单位组织出来的这个外轮廓的这个问题啊 所以这个我们又画一个坡 画一个山坡 然后这里边的组织的组成的这个单位 这个坡并不是我们一笔就把这个坡给画下来 而是一块一块的这些单位 石头单位把把这个坡给给组织起来啊 然后最后一块啊 最后又形成一个这个外围的这个结构啊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在我们在 已经画过很多这种那个 传统国画里边啊 画树啊 都是有一些找好这个树的这个单位是什么啊 或者是山啊 这山集在哪里啊 这些都是一些 然后呢 最后这个积累出来又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轮廓 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形态 所以看看这个简简单单一堆石头啊 我们通过这个春坊 把把把这个石头的这个互相的关系明暗 立体感前后然后堆积出来 然后最后呢又 这些石头好像互相之间又嵌到一块啊 不觉得这个 不觉得 一堆不太稳定的石头换一块啊 是一个好像比较稳定的一个 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来画这个树 我们说这个树呢 看它的这个我们来理解它的这个笔法啊 然后呢 画我们的形形态 好我们这个形态呢是这棵树 所以它的笔法呢是 用 不要太浓的墨 但是比较干的这根笔啊 然后来 双钩的办法啊 然后再画出来这个树干 然后 我们画前头的这棵树 但是这个树的这个形态不是 不是照着它的这个 照着它的这个笔法啊 好这个画这个树干啊 大家注意这个 以前强调的这个 总是两笔啊 至少两笔 来画出来这个树干的这个 这个结构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还可以 这个我们照片上看不出来 因为照片 当然你可以画出来这个 树身上的这一些 这些 树皮上边的一些 不太 整齐的这些结构啊 就是说 有些眼啊 好这个我们的树身啊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照片上面 它的这个形态是怎么样 我们有点像这个 把这个树呢给 不是完全按照它的这个有点像 把它的这个粗 开始的这个 常态的这个后边啊 这样 这样 然后这个树身下边啊 接近树身的这一部分呢 至少两笔来把它的这个立体感给画出来 然后到底上呢就是开始变成这个 一笔一笔来画这些树枝啊 所以这个树枝这个是很好 很好 从从照片很好得到启发啊 特别是这些 不是简单的啊 对风出去的这些树枝 你来看看它怎么样来 来构造这些树枝的这个风差啊 然后我们这个照片是其他的这个形态啊 其他的 然后这个树枝的这个笔法呢 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 沈周的这个这个画里边呢 我们用它的这种笔法来画啊 来画这些树叉的这个分叉啊 所以我们 我们把这个树的这个 大结构给画出来之后 我们回去看看它啊 这怎么样来来画这些 来画这些 凝叉的树枝 大结构大概是这样吧 然后我们回去看看 来看看它的是怎么 它的这个 树枝是怎么画的 然后这时候注意 稍微有一 有一点点变化啊 就是说这个 你可以画感觉出来 它越到末梢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 笔变轻 然后墨变 墨变 稍微变大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笔法的这个变化 我以前提到过就是 就是这样 你画一个树枝的时候 主干是吧 分出来 主干 然后分出来这个分支 你这个分支呢 当然这个要比主干小一点 是吧 但是这个分支跟主干的 交接的这个地方呢 紧凑一点啊 然后呢 再分啊 注意这时候呢 分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啊 这个树枝 当然有一些树的特点 就是两个分支都是 齐在一块 但是一般来说 大部分都是有点错开 这样也比较好画啊 很容易画出来 它比较密的这个感觉 啊 啊 然后呢 这个地 就是你可以说第一层第二层 你可以画第三层啊 注意这些连接啊 都是比较紧凑 然后到最后一层啊 开始你可以 可以用笔呢 从外往往里画啊 啊 然后这时候有时候 故意留一个空啊 就是不是这个连接 不是特别的紧凑 开始 呃 有点像牙 或者是小叶子啊 这一种啊 这样就画出来 很容易画出来这个 树的这个生气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说这个 啊 这一些连接很紧凑 这一些是都是到 到了最外的这一层呢 开始有点 有点松啊 就是说这个连接也可以有点稀啊 可以 注意这种用笔 你看 你看最后 最后这个用笔从 啊 构成一个 轮廓啊 树的这个轮廓 但这个轮廓呢 不是你硬画出来 而是通过这些笔呢 给积出来啊 所以 你看它的研画里面 这个轮廓非常明显啊 又不是 又不是直接把这个轮廓也画出来啊 所以 而是积出来 然后注意这个大胆的去画这个交叉的这些用笔啊 什么这个大数字的一些交叉啊 现在呢我们已经从这个照片里面啊 可以稍微脱离开一点啊 我们就看看这个你自己来来组织看看这个这个能不能把这个根据这个大树干啊 然后呢 这个小枝我们来来自己组织一下这个最后这个轮廓啊 这一棵树第一棵树的这个轮廓是怎么样的这个轮廓 注意这些互相之间互相交错交错啊 这些你多这个交错来交错器 然后呢 然后你看他现在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个笔给垫淡下来啊 然后呢 开始 积累一些笔 在这个外围的这个地方啊 外围的这个最外围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连点带画啊 而且最后呢你看他 最后呢这个最外围的啊 他又用稍微浓一点的笔 我们过后再 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淡的啊 在画这些 但是最后这一层呢 用那个浓的笔把这个这个轮廓 因为最后我们是要把这个轮廓给 这个树的这个轮廓给 强调出来啊 好这时候呢也要 随时要注意这个 树的内部啊 而且我们要这棵树是一棵立体的树啊 所以你看这个简简单单的这一棵树啊 里边有 又有立体的东西 又有这个层次啊 所以像原来这个中间的这个空的这个部分啊 注意往里边加一些纠错的这个树枝啊 然后连画带点 好现在我们 在我们画第二棵之前啊 这边画第二棵 在按照我们的这个构图 这边画第二棵 但是在我们就画这第二棵之前呢 来画一点这个后边的一些啊 在他后边是属于 也许是属于这个树 但也许不属于 但是是增加了一个层次 这个后边有一些 在一些淡一点的啊 然后你这时候呢 我们这一个呢是 你好好我们可以来看看 它的是这个比 用笔的这个走向是怎么走的啊 这个是上没有 我们这个没有这个啊 我没有拿照片来这个 但是你可以直接就是模仿它的这种 用笔啊 这个增加了一层啊 又增加了一层 又增加了一层 好这时候呢 我像他那样这个 我把笔稍微粘点浓一点的 那然后我们来把这个轮廓上面 就是外轮廓的这个上边 加一些枝或者加一些点啊 然后之后呢 把这个这个轮廓啊 给他给 你看基本上形成了一个 轮廓啊 然后这个 这下边你要把它画成一层的话 也可以这里再 再加一点啊 就是说在这个外围的这个轮廓 稍微是有是无的啊 这个加 加一些笔啊 然后就把这个 这一层给画出来 好我们来画它的下边的 下边的这棵树 好这棵树呢 那我们起样呢 起这边的这个这一幅照片啊 所以这幅照片呢 我们用的这个笔法 就稍微 我们来稍微把这两棵树呢 给突出出来它们的不一样啊 就是从这里啊 然后我们这一棵呢 画成光木 然后我 稍微用这个浓一点的啊 来的那个笔 来画啊 然后 我们不画书生 直接的就画出来 从这个两 两棵树中间啊 然后我们来 用比较长的这种笔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把这两棵树给七分开来啊 就是后边的这个 光木虫 然后从它里边 从前头这个树里边穿透出来 注意呢这个树枝呢是 越发越小啊 然后我采用的这个 样本呢 这个照片呢 你可以看出来这种树啊 光木的这种树 有枝条的感觉 但是呢 在这个同时呢 你又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枝条上面有很多 小包啊 这一些 我们过后呢 我们再来加强一下 看看怎么样 来画出来这种 以前说加了一点点 就可以使得这个数字 显出来这个生气啊 这个就是这个 这些点的来源啊 你可以看出来上面有很多分 不够不太算是分支 但是有一些包啊 有一些这个 牙或者是 所以这些呢 你用点 就能够很好的把它给表达出来 那现在呢 我们先第一步先把这个框架给搭出来啊 然后 所以这两颗的这个差别的就是后边的这一颗的枝条 我们把它画的比较长啊 比较 比较 舒张的这些十字条 跟前头的这个不太一样啊 就是通过这样把这两颗树的差别给 给七分开啊 除此之外呢 后边的这一颗我们 用了稍微浓一点的 末做 做开始 然后我们过后再慢慢的把它这个末给变淡下来啊 看看是不是能够把这两颗树给七分开 所以这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照片啊 得到启发说这些枝 树枝怎么样互相交错来交错去 互相创插 这个呢 是有点 不太像这个 不完全 就是说这个你照片你 你这时候呢 你看照片 看自然这个东西呢 最重要的是知道怎么样 起始啊 就是说一棵树 照片上面 一棵树看起来乱糟糟的 你怎么样把它给画成 一方面又 又受到他启发 一方面呢 又把它的乱 把它画成 你想要组织的不乱 或者是你想要表达的一个这个形态啊 好这个我们现在接下来我用这个 点啊来 点这一些这个树枝上的这些牙 所以跟这个不太一样 这个我是点到枝上面啊 因为这些枝比较挺拔 就是说比较长比较挺拔的这些树枝啊 我们直接就点在这些枝条上面啊 这个也就跟我们自然里面看到的这个形态很像啊 分枝不是特别长 不像这个这边的分枝相对那个像 而是一个长条 然后上面比较短的这个分枝啊 这个形态很类似于我们这个季节啊 就是说 冬末的时候啊 这个很多树 你到外边看都是 只看见枝条 但是呢 上面你仔细看呢 能够看出来 它的生气 就是说 不是一棵枯树 而是一个活的树 这个呢 是从哪看出来呢 你可以仔细看它的枝条 上面都有很多包啊 就是说这个是 加上这些点呢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树啊 有点 这个生气的这个感觉啊 所以 这个算是我们 从 自从那个照片里面得到启发啊 然后不完全是按照这个 用它的这个笔法 但是我们自己组织我们的这个形态 好 这个是 这个是树 然后都 很快就要画完了啊 但是我们过后 等到这个干了 我们再回头来一遍 今天来把这个 分叉点展的这个 点 跟展这些都给画完整 然后我们现在来画 画这个方 这个方床 嗯 我们看看它是用什么末来画啊 也都是用很干的笔 但是 但是你看仔细看它这个 它上面画的这个 这个床 嗯 除了这个抓住这个结构之外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 就是这个 光是这么一条床上面的这个用笔 就有一些明显的浓淡变化啊 所以我们也有 所以我们不是画成跟它一样 我们拿照片来画 然后呢 我们来 也是一样的注意一下有一些浓淡的这个变化 好 好我们来画这个按照 这一幅照片啊 然后注意把笔抹干一点 然后我们这两片方啊 我们看看有就是稍微你 把抹干来做 我现在笔尖再去 反过来稍微去touch一点这个浓的 然后所以第一片方呢 我们把它给画 就是说我这个用笔会从 从一点稍微一点点浓 然后变到当去画第二片方的时候 它会变大 然后画出来有一点 根据这个照片画出来 有一点通过这个形态把它画出来 有点风饱满的这个感觉 好第二片呢 我现在你make sure 我是想要make sure有这个 稍微有浓淡的这个变化 但也不是特别明显 稍微有一点 好这两片方呢 有一点互相的之间 有一点那个 纠错在一块啊 所以有一点给挡住 这也就是照片啊 你看照片可以看出来这个 好然后我们来画下边的这个床体 这个床体我们可以 然后照片上面也看不太 看不见人 所以我们也用不着看人 但是呢你可以 有一些东西啊 这个你可以 好然后我们来看看它这个 我笔尖去 山一点浓一点的啊 然后我在这里在 顶上的这个部分 我再把它稍微highlight一下啊 好这个简简单单挤笔 然后把这个小床给挖出来 我们是不是再画一条 看看这个 第二条我们要不要再画一条啊 这个呢 第二条呢我们用这个 笔也照样很干 但是用更淡的笔 然后这样可以挖出来两条的这个眼镜的这个差别 你又是 来不及这个把笔处理好的话 你就干脆用一根 换一根笔 用点淡墨啊 这样就不用再去 好我换的这两张照片啊 另外一张照片啊 你就我们就用另外一个 这个比较大啊 然后可以画出来他的这个 注意呢我们 好我们现在这两片方我都用淡墨啊 然后过后我们来再来看看 类写他的这个用一个 几笔浓墨把它给highlight起来 下边的这个床体呢我们也用 基本上是淡墨啊 然后 好这个几笔啊 然后我现在 已经再去 把它弄一点 这样一点稍微浓一点 然后我们像他这样来稍微highlight 我们把这根鱼杆 在一根床体的这个部分 把它给 加一点浓的啊 就这样啊 所以基本上是淡的 然后我们上面有一点点浓的 这比那个更有意思一点啊 所以 就是说这个 淡的东西里面再加一点浓的 好我们再来把这个 演出画一个 演出画一个 不用画 演出在 演出我们画的眼纱 在我们这个画 但是这条一盆线 我们就直接过 我们用眼纱来画出来 现在用不到墨的时候 就基本上到这 但是呢 你看我们回到它的 岩座里面 岩座里面呢 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染 染的这一步骤 把这个 这些树的这个 那在那之前呢 我们先来点 你看它这个 非常丰富的这个点 有石头的这个石头缝 这个点 中国画的春叉点展的这个点 实际上不是很好掌握 因为我们这个 它这个点 我们 你可以几乎我们 就是 按照它的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结构 按照它的这个 好好的 我们来写 模仿它的这个点 我们不来 不发明创造 我们直接就 模仿它的这个 看它这个点 怎么组织 中峰啊 我们这个点都是用中峰 点在这个 慢慢点在这个 石头的这个 交接的这个地方 好像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顶上的这个 这些点 它是怎么组织的 好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我在以前 我demo过这个 就是说这个 一组东西 好像这个一个 sample 是吧 一组东西我们来 来这个点 这个 这个点呢 事实上呢 中峰 这时候呢 有时候你就是 比翼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互相呼应 刚才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 就是说你看我这个 虽然都是中峰 但是我这个 点的这个 撇来撇去的这个方向呢 大家把这个 这些点都给 有一个朝向的这个中心 给朝到这里来啊 你看这个 所以 所以相当于有一组一组 有一定的组织 通过这个 收笔的这个 然后把这个 点呢 有意无意把它给组织起来 所以 当然不是每一个都有这样 但是呢 就是说有时候 一组一组 为什么又化成 就是一组一组之间呢 有一定的这个组织 有这样 这个 有一定的组织 我们现在是 我们说 按照他的这个 完全写他的这个 因为这个点是 非常 微妙啊 这个因为这个不是说 就是相当于从自然里边 抽象出来的一些东西啊 就是说 这个有可能是 树上的 山上的灌木啊 或者是 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这些 你在点的时候呢 一组的时候呢 又有一个 稍微密一点的中心 不要轻盈的 大家都是散开啊 因为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 一组的时候呢 有一点中心啊 然后 甚至我这个 是他上面没有 当然我来 好像我这个三级上面来 来画一组点上去啊 松下来 但是中心在这里啊 稍微有一点的中心在这 好 我们 好像这些点 最后点出来的这个效果呢 就是 把这个 三十的这个 结构 明暗的结构 又给蹭出来 又增加一点生气 因为这个是 非常好的抽象出来一个 这个石头上边啊 山石上面的一些植被啊 山坡上面的植被 或者是 也不一定 一定是植被啊 有可能一些小石头 或者是 但是这个你可以 就是说山边 增加一些层次 增加一些 生气啊 所以这些点呢 注意 中锋的时候 你可以画的这些点 可以点的很慢啊 就是一笔一笔的去点 慢慢的这个 碰到这个 画出来碰到纸面上的这种感觉 就是说这个笔锋 接触到这个纸面上的这种 这种感觉 好 要是 你画出来 意思画出来 看整个整个整体效果 而且太散的话 有一个办法就是你 就往有一些一组一组的这个 把它给画密一点 把它给画 就是说一组的中心给它画 多一点 加一点点 重叠进去 重叠的点进去 就最后的这个 就不会感觉特别散的这个感觉 好 这个同样是点啊 我们刚才不是这一棵树后边 树叉上面有一些点啊 这个时候你会看看是不是该补一点啊 或者是 然后 因为这根笔呢也同样是 浓的笔 你可以如果觉得哪地方还是要再加一点啊 一样可以 称的这根浓笔 所以我们这一幅呢 跟 他的这个岩座里边还多了一点 就是说 他这里边的这两棵树基本上是一样 我们这里呢 就把它给画成 一棵树枝比较长的啊 比较舒张的这些树枝 然后另外一棵呢是跟他一样啊 这个比较短的树枝 好 这个 现在要来 稍微展一下啊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要稍微小金一点 因为这个我们刚刚点点过 所以我现在这个展呢 我来 看看 就是观展这个 这一棵树 你看他上面有一个淡淡的这个 淡淡的这个墨水啊 但是呢我们用 调一个很淡的墨水 然后呢把笔 把笔弄干啊 然后呢我们来 画出来这个 这个树的这个形态啊 就是 我一直强调这个树 最后形成一个外轮廓 所以这个外轮廓 像这个是一个外轮廓 所以我们 我们把 把这个展呢 相当来加强一下这个外轮廓 所以现在你看我展 是一个最外边的 这是Oviens 一个外轮廓是吧 这个也是一个外轮廓 我们 这样更进一步 把这一棵树 跟这一棵树 给分开 但是这时候还注意 这里边有一些轮廓 这里边有可能有一层一层的这个 这个树的这个 内在的这个 所以把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外轮廓 这个也是有一个 这个 这个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称积 可以来把 这个树生给称出来 称托出来 所以这样更进一步 把这两棵树给分开 这个 这边的这棵树 没有这个 不长 直接就如他的这个 浓的这个 淡淡的这个 墨水 不要太湿的笔 然后边画边长的这种用笔 然后称这个笔我们是可以看看这个这些这边的这些石头啊 我们挑一两块石头来把它给 蘸一点墨水啊 不用钱都都蘸啊 就是说有 有几颗 你就把它给稍微变暗一点啊 但是 不是每一个都去蘸啊 都是 就是说 因为这也就是说我们画一堆石头在这里的一个 目的 你可以 一堆石头 但是他们之间呢 那个笔法不一样啊 长的也不一样啊 明暗不一样啊 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 简单的这些石头就画出来一个多样性了 啊 这一些这个 小块的这些石头就是这时候最好就是这时候来蘸一下啊 就是说把把前头这块大的石头给撑出来 这是很好的一个 而这有一个小块的啊 你把它给 蘸一下啊 这有个小块的啊 所以这个非常简单的一幅构图 我觉得是学习学习这个 春差点展这几步啊 几个步骤很好的一个 就是说不会太复杂 那个overfemin 就是一下子 太多东西啊 太多东西啊 简简单单单的一个 就是说不会太复杂 那个overfemin 好这个 末的部分大概要到此为止啊 然后我们 要来画比他多一点的 就是 我觉得还是要来展一下啊 就是用颜色来展一下 还是用这个 花青紫石啊 花青呢 我们来画后边的山 现在我们先用紫石来 来把这个树 再加一点树枝 这个 用紫石呢 来 加一点树枝 是吧 就是说 涨一点树枝啊 顺着这个 他的这个是 但是呢 你是边展边画啊 这个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个 就是说你不要光是展 去展在那个有墨的地方 你可以独立的去画啊 然后就是隐隐约约的一个指石啊 指石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中性的这个颜色啊 所以你可以顺着你刚才墨的这个走势 但是呢 你可以独立的去画啊 就画出来有一点这个 冬末春初的这种感觉 没有树叶 但是呢 有一点这个 好 然后也许我再创 创造一下我们这边的这棵树 我用淡淡的绿啊 三绿来画这个啊 也是一样 因为刚才类似我们刚才的这个 就这一些线条啊 类似我们这个指石 但是我用淡淡的绿啊 来 更进一步把这个两棵树给分开 那这时候呢 你要注意 类似于我们刚才的这个笔法 比较长的线条啊 比较长的这个线条 不像这边的比较短短小的这个线条 然后呢 又是长又是画 不是说直接就画在这些 不是说重叠那些墨线 而是顺着它的式 这个是隐隐烟烟一层这个 粒的这个 好 然后最后呢是把笔洗干净 我们来画这个眼伤啊 就直接演出的这一部分 它这个画上面没有 我们来 把笔洗干净 然后呢 笔尖去沾一点这个 滑青 如果不是很硕 你可以在这里尖试一下啊 这个滑青 然后我们 画这个眼伤 然后趁这根笔过火变淡了之后呢 我们 再来画下边的水平线啊 隐隐烟烟的这个水平线 好我们来画这个眼伤 好这个呢 我刚才说把笔洗洗干净是吧 然后呢 现在我这 就越画越淡是吧 然后我故意有一点这个跟我们这 这条床的这个 有点交错在一块 有点一前一后 然后呢 我们来画这个水平线 现在这根笔已经变淡下来 你可以看看这个 然后我们来画这根水平线 注意这个水平线呢 叶平这个地方的月眼 你稍微有点弯了一下 你就拉近下来 我们现在把它给画得很眼啊 所以要注意这个比较平 好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 这个 好这一幅都画到这 那这个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 再来画 画下一幅 好 这是一幅 就这样 以树为主 以树作为主佑的这个 主体啊 好我们第二幅 我们现在 继续我们来画一幅整周的 的画 然后我们来 整周事实上呢 这个 这个 可以说是 非常古典式的 它的构图 是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这个 我们平时看到这个 沈洲的这个 画呢 都可以说是非常 优准的 古典 中国山水的这个构图 就是 有静景有 中景有 远景有 水有树 所以我们 现在第二幅呢 我们 我挑了这一幅 它的作品 就是有山啊 然后 有近处的坡 有山有树 然后我们再 一样的 把这个树呢 我们把它给 replace 成我们 照片上的这个树 好 这个 衣镜非常漂亮 我们就基本上按照它的这个构图 然后只是 找办法把这个 把树的形态 来做我们学习的这个就是用自然的这个东西 我们照片上的这个东西 然后来把它给 取代掉啊 好 我们这里前头有一个坡啊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 有石头 这个跟我们上一幅类似 但是你看它这个这个笔啊 都非常不太一样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台子啊 然后有个人坐在那 看看如果我们也来画这个小人 然后呢 这里有一棵树啊 我们 我们呢 按照我们的这个 照片啊 照片啊 把它给这个照片上的这个树啊 把它给缩小啊 然后后边呢 它还有两棵树啊 重叠在一块 我们也一样再来看看这个第二棵树啊 我们可以第一棵树可以照着它的这个树呢 或者是你可以去照片上 把两棵树重叠在一块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好这个是前景 然后呢 有一个中景啊 然后有个严景 我们现在画这个中景啊 也是有一个路跟台 这个呢 我们要写什么东西 这个呢 是写这个 这个 互相蹭托啊 把平的东西给蹭出来 然后 有一前一后 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 这个山的这个冲法非常漂亮 它的这个 然后 水里的这个 这个 石头 然后这里面一个台接着一个台啊 这个我们就 我去 改它 这个呢 也是中国画的这个 这个 后视的效果 啊 你在自然里面 不可能把整个台 都给看 看见的这么清楚啊 所以 你需要 这个 要看的这么清楚 你需要 换角度啊 才能够 把 把这个 这个 这个现在接下来是画眼景啊 然后这个眼景 从中景到眼景呢 是 一个连接的各个过程啊 自然而言 连过去啊 所以通过这个 这个台 然后连过来 就变成了眼景啊 这样的构图 基本上跟他一样 就是我们把树给换了啊 好 那个 我们从前头的这个地方画起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 先把这个小人给 也接了啊 这个 用我用写字的这根笔啊 把墨调的比较干啊 然后我们就照着他这个人坐在那里 像是在打船的这个姿势啊 我们可以画的甚至比他更简业一点 中锋用笔 来画这种衣服 好这个衣服啊 然后我这个 这个头部啊 照理应该把头部先画 但是呢 我把它画成一个现代人的啊 不用不用像他这样啊 然后 现代人也是可以打成啊 这个 然后呢 这个下边的这个 所以你看基本上的这个 中国画的不以人为主体的这个人啊 都是抓住这个衣服的这个 这个 这个特点啊 然后头部啊 这个头部的这个 以这个头发为主 然后至于其他的五官啊 这一些呢 你可以把它给 给那个 省略一点啊 就是这一些啊 你这个 衣服跟头被 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 把这个人的这个形态被抓住 好我们来画这个最前景啊 这个 前景呢 就一开始呢 我们用比较浓的啊 但是也是比较干的啊 这些都是他的这个特点 就是干笔来画 好这个 这边的一个坡 一道坡啊 几乎是中峰啊 然后我们来画这个年代的这个人啊 所以这时候呢 你 你那个 这个人先画 然后可以把这个 就可以使得你这个 比较容易处理一前一后的这种 这种关系啊 就是说像这个边界 把人就在他的 啊 一前一后呢 这个相当于把这根线给破开啊 这样就是从那个 这个立体感的角度呢 比较比较好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 这里边呢 很多这个 白面的这个 样子啊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平面给秤出来 这个平面秤出来 所以 这个 在秤的这些比呢 我们从这个平面 这个交界线开始 啊 落比从这开始 然后慢慢吸出来 以前我讲过这个春法的时候呢 有一个注意点呢 就是说 你要控制好这个 若比 收比 究竟是哪地方是C 哪地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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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就是 C跟 若比的C跟G 注比 啊 所以一般来说 好像我们 我画一个 一个三 这个 一个三坡是吧 然后我们再画里边的 好像我没有强调这条三级啊 那你在这些春法的时候呢 若比的时候比较稀啊 然后呢 收比 收到这个三级上面 在这地方记下来啊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C的时候 你 你这时候会比较free的啊 多画一些春啊 不会 不会觉得一下子就把这个 你本来要表达比较亮的地方 一下子就把它画 然后不要说若比特别重啊 然后 那个 而是重 重在这个 要收的这个地方啊 你要蹭托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这样 有这个比较C的话 你可以比较大胆的拉这些 春法的这些线条啊 好像这样啊 但是这一个呢 反过来啊 就这个 这个台面啊 这个是 这 若比的时候是G的比 然后呢 然后呢 下边是松 C的啊 所以这个是 你看这个 若比是G的啊 然后下边 然后更进一步把这个明暗的这个关系 那简单单单一笔啊 一下子这个 这个有点像那个 鞘笔的那种感觉就出来啊 就给画出来 这个是 然后 包括这些那个 通过蹭托的啊 把这一些 然后一起 就是说这个 交织的这些地方啊 都给 都给画出来啊 都给互相蹭出来啊 那是 好 我们来画 我们来画 这边的这个 这些 这些 这都是属于这个禁忌啊 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比较相对比较浓 但是注意它比母干 然后你可以 好 这个是轮廓 的部分 轮廓的春法啊 稍微 这些比比较肯定 然后呢 这是里边的这个春法啊 然后 这个就我刚才正在讲的 落笔就不要吸 然后收到你你想要的这个啊 然后又是不收的话 两头都可以吸啊 落笔吸 中间行笔 然后收笔吸啊 这个是你不要 你不想要让它去蹭托的这个 你看它这里边都有啊 这两种笔啊 那 落笔吸 然后收笔吸 又落笔吸收笔记啊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功能 这样你可以比较 比较痛快的啊 比较痛快的啊 来拉这些春法的这些用笔啊 所以说特别你注意 控制好这个吸的用笔啊 所以就学会用这种 控制了之后呢 你可以比较大胆 对多画一些这些春法啊 好这个是落笔啊 石然后收笔吸啊 这个有点像类似于这个 因为我们就有一个很明显的 有一个阴暗的边边界啊 两块两个面啊 就像 这几块石头啊 然后这个类似于我们上一幅画啊 再画这个 这个 石头啊 画出来它的这个质感啊 石头的硬的这种质感 好这个一个坡啊 坡后边有石头 一块一块的这个石头 又进一步把它给秤出来啊 然后呢 后边又有一个坡啊 这些 这些笔呢是 边界的笔啊 比较肯定 然后里边的这些穿法呢 你可以稍微比较 比较 有锡有石啊 有锡有石啊 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锡跟柱比啊 这个 来达到这个互相蹭托的这个效果 然后后边又有一些石头啊 这个 所以它这个经典的古典山水啊 这个是靠这些 石头来这在表达它的这个 笔墨的气味啊 好 基本上是 这个结构到此啊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们来把我们的树给插进来啊 但这个树呢也正好是长 长在这个照片上面的这个树呢 也是长在这个石头上面啊 好我们跟上边的这个 栽域不太一样 就是啊 就是还是这个 这个那个树呢 我们还用 上一棵我们用那个淡墨啊 我们这个用浓墨 而且 我们来看看把树干的这个结构 像他那样画的比较 嗯 里边有内容啊 这个就是说这个 里边有一些皱纸 虽然照片上面看不出来啊 我们 我们来想象一下啊 好 树干 至少两道线啊 至少 两 两笔啊 然后画出来它这个立体的这个感觉 啊 这个自然的这个 这个树呢 比比它画的还复杂 比它画上面的这个还更复杂 注意呢 这个 树 这个 逻辑性啊 就是说树干 离树干越远的这个字 越来越 越小 所以 好 然后我们过我们回去看看它是用什么 有一颗是光是画树枝啊另外一颗呢是画这个 用点啊用那个末点来办法来画 我们呢 我们呢 来 第一颗呢 不光是画树枝我们像这个树一样 我们上画一些比较稀的这些点啊 画出来这个 春天的时候的这个 这个 早春时候啊 这个 好 这时候呢 有一点 中药的地方啊 跟我们上 上一幅的这个 就是你要 看到我们 我们一直眼睛在盯着这个照片在画 然后呢 有时候 往往也忘记了这个 我们又想要达到的这个树的这个外轮廓是什么样子啊 所以这个随时你要来看看什么样处理这个 好这个外轮廓我们想来把它画成这样 将来这里有一层 这里有一层啊 然后中间呢 有一些 松开的这个空间 或者是虚的这个 然后呢 这里有一层 我们来用 用浓荡变化的点啊 来点上这个树叶 然后呢 把这个外轮廓给表达出来 所以这时候注意啊 我们称出来这一个树枝 但是呢你这个外轮廓呢 这个用树枝过后把它给组织起来的这个轮廓呢 不要正好 这样一大片啊 稍微画出来有层次 像我们画松树一样啊 有一层一层的这个 然后中间有一些锡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这样 我们这里 顶上的这一块 然后这里留锡下来啊 这里 这里有高有低的这个这个地方啊 我们这样来把它给组织起来啊 这不要整个一大片这么连过来啊 我们这里留锡 这个地方留锡 这个地方也留锡啊 这个你看 照片上边的这个 顶上的这个外轮廓 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这个效果啊 就是 就是不是那个整整齐齐的一排啊 所以你这个这个轮廓也可以收纳齐发 好我们用点 然后这个点呢 我们像刚才那样 甚至有有点组织的啊 然后这个中锋 但是呢我 撇出来的这个方向啊 有一定的这个方向性啊 就是就是收笔的这个 撇出来的这一笔啊 这个跳提起来的这个 然后我们是强调这个轮廓是吧 然后慢慢的中间的部分 我们慢慢让它空 就是里边稍微空一点啊 这个事实上也跟我们照片看到的 这个形态一样啊 就是 靠近里边的这个树脂房啊 就是显得比较空啊 比较 比较稀啊 这些点比较稀啊 好我刚才说留着这个空啊 然后我们再从头这里画这个轮廓 我现在还这个笔呢 我们我现在还没有太多的去沾 沾水啊 你可以开始旁边放 笔尖稍微去touch一下这个 淡的啊 然后 这时候呢 有黄脂 我刚才说黄脂一大片 整整齐齐啊 所以我们这里呢 我们把 这里有一块 我们把它给画高起来啊 然后这里画低下来啊 让一些树脂露到外边 这个画高起来 跟照片上是一样的啊 照片上的这些你要看他的这些切口 是怎么样切起来 比较自长 还不呆板整整齐齐的一个 有高有低的这些啊 然后最后又形成一定的这个 好这个是最外面的这一层啊 这一层 然后我们我们再来 再来看看这个 里边的啊 这有一层啊 这里边的也是一层一层的啊 这 这里 这里边一层 然后 这里可以有一层 然后 不是 在层的下边的那些啊 你就可以 用比较 松的这个笔 我都是同一根笔 然后呢 不断的 在落笔之前 我笔尖去碰一点清水啊 但是马上 因为我只是笔尖 稍微轻轻的碰一下啊 然后马上它又变浓起来啊 这个也就是调节一下这个 浓淡变化啊 好 然后 一块再来 好 然后呢 现在我们来画里边的啊 稍微 就是说这个 外边的这个外轮廓的这个形态 已经 差不多我们想要的这个形态啊 这个 可以提的更高一点 然后里边的 我们这些比较稀的啊 过后我们可以又来加叶子 用来加树枝啊 把它给画风 加树枝 虫插进来 现在我这根笔呢 都是沾了一点水啊 所以 注意呢 这个我们 最后 这些 单独这些用笔 这个达到的这个效果呢 就是 就是 要 要 达到这个 把 多样的这些用笔 积出来一个整体的结构 数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 所以 这些那个 数字也是属于这个 用笔的单位之一 好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轮廓的边界啊 就是说外边的外围的这个还可以再加钱 嗯 然后你随时注意你想要达到的轮廓的这个效果 这样就不会通过这些点你要 不要晶莹的这个 松 就是 那个松紧啊 不要太晶莹啊 有一些要密一点 这个特别是靠近这个 你要画出来这个 这个轮廓的这个部分 把它画密一点 里边的松啊 所以这样才会画出来这个 整体效果呢 不会觉得特别松松散的这种 整体效果 包括这里边的这一些 画出来一层一层 有一些 有一些结构这样也是 进一步使得 我们会感觉出来 比较松散的这种 就是这些点凑在一块 嗯 好我们 第一课啊 然后第二课我们来 他这个 山上有一个 还继续有一个坡是吧 但是在坡之前 有一颗 写出来的树 我们把这个写出来的树呢 也是用另外一张照片啊 我们 光画他的这个 关起这个照片中的 这个一部分 然后 跟我们赛夫一样 我们自己第二棵树 我们来画 用他的笔法 但是呢 画出来 我们不 那个 光画 光画树枝 这个第二棵 我们光画这个树枝 然后 但是呢这个 枝的这个形态呢 我们用 用照片 另外一幅 另外一幅 这个 一个 照片的这个树的 一个branch 是 对 对 好 我们这些树枝的 让他的这个 我们用 都是用中锋来画这个啊 比较 比较干脆的这些 线啊 跟上 上一幅有点类似啊 稍微拉长的这些线 两棵树 两棵树啊 藏在一块 然后注意这个总体上的这个效果啊 然后这个 两棵树 纠缠在一块啊 两棵树 纠缠在一块啊 两棵树 纠缠在一块啊 然后呢我们 上边再来点一点这个 这个基本上留着这些树枝 但是再 再加一些这个点啊 跟上 上边的那一幅有点类似啊 就是说 有点 当然 可以多一点分枝 然后呢 再加一些点啊 这些分枝呢 也是达到 构造这个 一重的这个外轮廓的这个效果 嗯 所以我们相对这两棵呢 跟他原画里边呢 是我们把它反过来啊 他原画呢 前头这一棵是 没有叶子 后头的这一棵是有叶子 我们现在反过来 我们前头这一棵是有叶子 后头的这一棵没有叶子 然后注意再加一些点啊 增加生气 虽然是没有叶子 但是 然后注意这个 画出来构造出来这个轮廓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轮廓啊 积累出来的一个轮廓 用这些笔积累出来的 用这些笔积累出来的 用这些线条积累出来的 好 前景 快画完啊 然后他后边还有一个坡啊 再把它给秤出来 这个坡 那我们 还是来完全斜它啊 看看后边的 这个坡 然后包括我们火火掌岩石的时候 也类似于他的这种 用比较肯定的用笔画轮廓啊 这个是 然后用比较稀的画内在啊 这个是我一直在讲的这个 两种笔的差别啊 有点像我们要画白苗的时候 我们也在强调实笔西笔啊 轮廓的是实笔啊 这个比较肯定 但是 然后西笔呢 是辅助性的 但是也很重要 也是不能 太那个 不能太随便 但是呢 就是说你要注意有这个 各种西啊 就是西 西 弱笔或者是西齐笔啊 然后就是 比较重的那个 收笔等等之类 好我们来 写它的这个 把这个树 树的那个 trunk里边的这个结构 来画的interesting一点啊 我们现在不是 光是一个轮廓啊 然后我们 来把它给画出来 用干的笔啊 这个事实上也是有点像西笔一样啊 用干的笔 然后我们来画它的这个树皮 画出来有点茧啊 所以 跟它也不太一样 跟它也不太一样 但是这时候呢 也是一样 你注意这个 十笔西笔的这个差别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 轮廓是十笔啊 这个里边的这个辅助性的 好像画出来是不是有点转啊 这个树 就是那个 树皮啊 有点 有点 壮起来的这个啊 就是说 有一点twisted的这个感觉啊 然后我们加一个树木啊 就是那个knob 这个也是指的这个结构比较interesting啊 好我们 前景画完 画中景啊 画这个后边的这个 这个后边我们现在就是完全 完全类造着它的这个啊 墨 我们还是用这根浓的笔 但是我们现在不断的啊 不断的慢慢的笔尖 踏起一点水 慢慢的把它给一步一步把它给变淡 但是不要一下子就变淡 还是 然后我们先画这个 按照这个色系啊 所以先画这几个水上的这几块 几块石头啊 好石笔啊 这个就是轮廓啊 然后呢 这中间的这个结构啊 稍微有点稀啊 然后另外一块石头 跟它有点 相称啊 所以我是 它的这个意思没有不太 跟它不一定一样啊 但是意思是一样啊 它这个是另外一种笔法啊 我一笔下来把那个 把这个石头给 不像这个画轮廓 我这一笔下来啊 这个我再画一个看 一笔然后这边再来吸一下啊 注意这个 石头跟水的这个交界 当然这个因为属于比较近的啊 所以不一定是很平啊 我以前说过很平的地方呢 就是很远啊 这个是有点 你可以看出来一点弧度啊 但是呢 也要有一点比较 看出来有一点水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过火 还可以画上水面的这个 就是说 这些跟水交接的这些线 不要太粗糙啊 稍微有一点那个 有一点 平的这种感觉 因为是水嘛 是吧 跟顶上好像这个 这些你可以很粗糙 会很 然后等到这个水面呢 这个地方呢 稍微有一点那个 干净的 干净利落的这种感觉 这个后边的 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山石 没有跟水的交界 所以注意这个水的这个交界的这个 好 这个 这个 后边的 一个坡接着一个坡啊 这个是他的 这个四个坡 这幅画里边 我们也跟他一样 拿来写这个 注意我刚才说的这一个 若比 如果蹭出来这个 蹭出来这个 泡面的 立体感啊 若比 从这个 台的这个面开始 然后那这个呢 还有另外一个跟这个不一样啊 这个能够看到它跟水的交界面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处理好 不是平的 但是呢也要比较smooth的啊 而且要符合 符合逻辑性的啊 所以 所以这个呢 跟水的这个交界 这个地方 要画的 比较符合逻辑 这个相当有一个一定的这个 厚度啊 这个是 好 这是第二层 还有啊 这个后边的这个山 这一片啊 又是回到比较浓的 所以我现在笔尖去touch一点这个 浓墨啊 然后来画中间的这个峭笔啊 轮廓线 的用笔 就是内在的这个用笔啊 当然山水的特点就是跟花鸟不一样 轮廓线跟 跟非轮廓线呢 有时候不是很清楚啊 所以为什么就是山水复杂的 就你看花鸟轮廓线跟非轮廓线非常清楚啊 那个花瓣的这个外在结构 这个就是轮廓线啊 然后里边的这些皱质啊什么这个 那个山水呢 有时候就是 不是不一定分的非常清楚啊 又太清楚了 就从一些那个房子的结构啊 什么这一些啊 所以 所以那个 有时候比较灵活啊 但是当然也 你就掌握一些分寸就是啊 就是说 他当然还是有轮廓线跟内在的线的差别 但是呢 这个有时候就是说不是 不是那么绝对啊 你要灵活应用 像这个 你说这个鞘笔的这一部分 你说是轮廓线还是 还是内在的这个 这个 奏执啊什么这些啊 有时候就说的不是太 好 这个 两个 两样东西交错啊 这个一前一后 好像这个 这个前头的这个石头啊 这是后头的峭笔啊 你看他们 交汇在一块 你这时候呢 这些春法的是在用笔 注意到这时候呢 你要收笔收到 收到前头的这些石头 这个地方啊 把前头的石头给蹭出来 好这一些呢 是内在的这些用笔啊 比较稀的这些用笔 他达到目的呢 是你要蹭出来这些结构 所以有时候你注意这个 这些用笔看起来 不是太 有规矩 但是呢 这个这里边的规矩呢 就是我 串土这个 把一些这个 面给蹭出来啊 好像这个峭笔的这些 一些面给蹭出来 好我们 另外一个是 顶上的这个台啊 我们来把它给改造一下 我们顶上的这个台 我们来画一个小亭子 然后再加上这个台 然后 比较make sense 一点啊 这个不会说 所有的台都是 然后我们来加个小亭子 在台子上面 不要太大 行 这个是结构的东西啊 所以我说山水里边的这些结构呢 是 用中峰 然后呢 同时呢 这些用笔呢 又跟 山水的这个春法的用笔呢 形成一定的 对比啊 房屋啊 桥梁啊 楼歌亭 亭子这些啊 所以 你加一个亭子 跟你用 我们 在画这个 这个山水的春法的这些用笔呢 就形成 很明显的一些对比啊 然后像这个春法的这个用笔 是很多半偏峰或者是偏峰啊 或者即使是中峰的话也不是 不是像这样非常 整洁的这种中峰啊 就是说这个我的笔峰的走向经常转来转去啊 所以 所以这个是 他这个呢开始 一末开始变淡下来啊 然后这些还是类似于刚才的这些用笔啊 记笔开始 然后呢 把把这个面给称出来 好 现在慢慢的撞 撞到后边的 眼处的眼景啊 所以从这里是连接 然后 连接到后边来 我笔尖不断的去沾点水啊 所以开始变淡下来 内在的笔啊 然后这时候呢 你看这个三级啊 你这个就是说这个一幅小山水里边啊 看看他这个这个三级的这个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呢 是 好像 从这里开始上来是吧 然后呢 这个三级又是撞到这个 后边的这个 所以你 你不是很 你看 这个边界啊 这一根 这一根 这三根呢 都不是一口气连下来啊 然后 就这个比较 自然里边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 就是说山里边 你要是一根明显的 从头到尾的一根线 那就看起来是比较不太像是 自然的山水的这个东西啊 好我们不断的把它变淡下来 这个最后 续演的这一层啊 如果他还会后边有一段 银彩的这个啊 这个画法 好这时候呢我们看看这个 前景跟严景 这中间呢 在他研画里边有一个 交错啊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挺好 我们也可以 或者是 我们可以把这个 没有像他交的那么厉害 但是也是也是有一点交集下来啊 就是说树跟后边的这个山啊 有一个重叠的地方 这又是有一个水面跟山崖的这个交错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好几层啊 好几层这个 这个是一个边界啊 所以我们过后又把这个给 可以 也许可以用点来把这个边界更加强一点 啊 那这里边的内在的这些春法的这些用笔啊 都是 注意这个 若笔的稀实跟收笔的这个稀实啊 你如果要是 收到一个面上边你就 你就记在那里啊 若笔稀啊 或者是你要想要撑出来这个面就若笔 笔就记笔 然后慢慢吸出去啊 再再吸出去 好 这个快要 就下边我们秤我现在这根笔啊 这个是比较淡 好那你看他的这个沿座里边 后边的这一片啊 里边的这个 用淡的墨来画出来这个春法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些用笔呢 有一定的变化 但是呢又不是 不像这个这边山沿那么复杂啊 就是 就是一些这个 线啊 这个春法的这些线 但是呢又 把这个三体呢 这个走势呢 给画出来 但是注意这个这时候呢 又用笔就干的这根笔 它下面有一株小树啊 有一株那个点的树 我们现在过火呢 在这些树呢 用浓墨来点 就是说我们可以过火跟那个点的这个步骤呢 把核在一块 把这个台面给称出来啊 然后把这边的啊 这个 这个山啊 也给称出来 这个这个鞘笔的这个山给称出来 所以这里边呢 你可以看出来 我们这幅画里边 有很多互相称 称托来称托去 这个这个 这个墨的部分啊 就是结构的整个画面的这个春叉点燃啊 然后我们现在称这根笔 我们来把它抹 那个抹干 然后来再加一层叉啊 然后现在是半浓淡的墨来叉 叉在什么地方呢 叉在这些那个 有那个 比较 边界 比较明显的边界 就是说两块石头之间啊 这些边界啊 我们来 来插 大家这个注意 这个 插的这个 用笔呢 你可以用类似于这个 春法的这些 西笔的这些用笔呢 就是注意把笔比较干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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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后边这个更是可以插到这个树 这个在树后边的这个 这个坡 后边的这一个 这些山石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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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边呢 过后下一步的这个点啊 就是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个 也是这幅画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神的一个 那同时呢 那同时呢 又可以把很多 结构边界给 好这个插啊 好点 用 从 从浓墨开始啊 从浓墨开始 从浓墨开始 然后看看过后能自然而然变得稍微淡一点 还是 还是跟他学习啊 看看他点在哪 我们来跟他 他 其实起了这个 边界上面的一些highlight 就开始了 做1 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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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3 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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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最外围的这个地方的点会点出来 因为这个就是像灌木的那个或者是小草的这个 在点的就是说这些点 跳到外边来 这有点跑出来的这个感觉就是 这个不是有意义这样 我们还是轻轻的把这个黏到纸外边来 所以点呢是相对还是要比较 墨稍微比较饱满 所以相当于点跟差是有一点对比的这个 差的比那个笔很干点的笔很饱满 好这个呢是我们称成这个浓的笔啊 我们把这个树的有一些 我刚才说那样这个轮廓啊 我们再把它有一些这个给加强一点啊 这个轮廓 或者是一层一层的啊 这个这个树的这个 层的这个感觉 这边也有点对比较好 然后后边 然后 还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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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沈舟的这个小山水 这些山水小品 都是很标准的 这个古典山水里边的 所有的这些基本步骤 基本技法都集中在一幅画里边 所以这个是 好 我们来写他的这几棵树 这个这几棵树 小树在这边上 注意要画得不要太稀 而且不要太规矩 有些密一点 有几个地方密一点 然后你看他顶上是这样 有点像我们画的松树 但是他又不用再加松叶 就直接的就是用横笔把这个 把一些这个 这也是你可以理解 从这个国画里边 不断的把一些自然东西归结为单位 这是一个单位 他有一有一种那个 自然 无人潮 或者是一种那你可以 他把它抽象成这么一个单位 然后 然后你这些单位呢 你把它给 积出来就是 然后形成一定的这个 就变成一个好像像在一个 浓墨的一个提绳的地方啊 所以你这时候要注意这个相当于跟点子一样的功能 就有一定注意这个 在边界啊 这些那个相对的这个位置啊 对这些典茛 就是这些典茛 对这些典茛 这个用笔都行笔都比较慢 不用太太急的这个用笔 慢慢的一点一点 点出来他的这个 点出来他的这个力度 就是说这个笔跟指接触的这种 梗结 刚才我们这个画的跟他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这个这个面在 我们现在来把它给恢复出跟他一样啊 就是这个三级这么下来有一个面啊 所以我们用点把它给分开 然后我们用掌的时候 也许也可以更进一步把这个 好我们 我们这样你 我们因为平时这个在课堂上面有一点 时间有点落实 所以那个点跟掌之间呢 最好有一定的这个 等你可以各一段时间啊 然后再来把这个 可以比较放开的来来展啊 所以今天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线 不是在课堂上面直接在画 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先 post他几分钟啊 然后等他自己画完全 这些点完全干透 我们接下来再来比较痛快的来展啊 好我现在先停一下 好我们停了足够的时间 现在这个已经非常干了啊 所以我们现在来大胆的展 展示上是画山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为展了这个墨水了之后呢 这个这个画的重量啊 画的厚度会增加啊 这个但往往因为以前我们这个 课堂上上的时候有时候 时间比较匆忙啊 你现在来展呢 你可以比较放开来展啊 因为 往往都是等他完全干了之后再来展 除非你需要什么想要有什么特殊的 效果要让他这个墨给硬开啊 但是否则的话一般就是等他完全干了之后再来展啊 好我们现在呢来 就是说展了之后呢 使得这个墨水比较 就是说这个画面即使你过火又又展这个 展颜色 我们现在这个展是这一步啊 不是一般的 就是说展啊 就是说 分擦点展的展 然后呢 这个 实际上我们是叫做展墨水 展是分两步 然后展颜色 然后我往往这个展着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 这个展着究竟这里有没有一点 然后后来呢 是大人跟我解释说 没有一点为什么没有一点 这是九日 所以展是要展 展九遍啊 所以这个当然不是说你展东西要展九遍 一定要展这个九遍 但是可以展多遍啊 所以这个呢是 画画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啊 我因为我我我们往往比较充满没有这个有时候展都一遍都没展 所以这个更不用说展九遍 但是大家有这个准备就是说有时候你不要一想一遍的把它给展完啊 有时候你尽量的淡的墨水 特别这个展墨水的这一步啊 尽量淡啊 然后呢往往你可以多展几遍 慢慢的叠上去啊 所以这个是中国化的另外一个特点啊 跟那个 因为这个仙子能够一方面啊不会等到它完全干了之后 你展了之后呢不会硬开啊 但是你还可以 还可以一层一层的往上叠啊 然后它可以 叠出来这一种那个很厚 但是又很均匀的这种感觉 当然呢这时候呢 你又怕有另外一种效果啊 不不太好的这个效果就叫粘啊 就是说你又是 这个层次分不开啊 不断的往从个地方叠加上去 有时候就变成一个粘的这个感觉 所以这个呢是 注意这个当然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只要长一变啊 所以还不会跑到那个地步 但是我们 就是说 大家注意可以 你又是一变长得不够的话 那可以多长几遍啊 所以又有这个概念 并不是说一变就完了 好我们拿一个洗干净的笔 然后调一点点淡的墨水 你特别就说 说不要一下子就把它给长 长得特别浓黑啊 所以你旁边拿一个碟子 调一点淡的墨水 然后你这时候来 我看这个 我现在调出来的墨水的颜色 大概这样啊 还可以再更淡一点啊 然后你可以一边一边的这个 多长几遍啊 就是以这个作为基调 然后呢 我边长的时候我还会有时候 比尖还会再去沾水啊还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 画面长在哪个地方 最明显的就是有几个不长的地方 就是这个台的平面啊 所以最后其他的地方都是多多少少有 有各种长颜色 那就是在墨水都有多多少少有这个长啊 所以 好我们先第一步先把这个树给长了 就更进一步加强这个树的这个 我刚才说要一层一层的这个 对你屏幕上面看起来啊 觉得有点黑啊 比实际上是很淡的啊 比如说干了之后更简单 然后这时候我刚才 到这个外轮廓啊 外轮廓然后呢有里边的内在的轮廓 这些呢你都 在长的时候呢可以 再进一步加强里边的这一层一层的这个轮廓 所以你 你这一些里边的这些轮廓外在的这个轮廓 你都可以顺着他的这个式去画 所以最后长完之后使得 这个结构更加的明显 好这个是最 明显的该长的地方啊 另外一个这些山石 像这个后边的这一个整个我们整个给他长了 而这个前头的这个呢有个留一点面啊 比较亮的面 然后暗的地方呢我们 就长着这个 这个 原来这些春的这些笔记的地方啊 就是比较暗的这个地方你长一下 嗯 然后有一些呢不要光是 啊 所以我说亮的地方留下来 但是有一些好像你可以看看他 有一些这些 藏在里边的这个石头呢 整块石头你都可以长 然后撑出来另外一块的这个 就是说不用 单调的所有的 你没有画春的地方你都给他留也用不着 有一些那整块石头你可以长 上来啊 所以不用 太 太呆板的说所有的这个没有画过春的这些地方你全都把它给留白 这用不着 树 树干 然后 最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坡的这个面啊这个这个是 把这个顶上的这一部分给撑出来所以这个是最obvious的该长的地方 这个我是随便点点一点弹的增加一点层次 特别的道理 这个后边的这个 这个 最后边的这些面 这个 哪些地方留出来不长哪些地方长 然后大面积的长你看他这个 画稿里边的啊 就是这一大片啊 这一面 全都是 就是 边画边长啊 但是基本上前头之一面 前头最后都墨水都给涨满了 但是不是做单调的一个 不是单调的一个墨的 是有变化的这个 然后把这个前头你看现在我可以大胆的不怕这些前头的这些树印起来 印出来 可以大胆的盖上去 好这个我第 3集的这个稍微 浓一点现在 接下来我都是笔尖去沾水然后呢再来 再来画 再来展 所以干了之后呢这个 这个 墨水呢会有浓淡啊 现在看不是太明显啊因为 就是说这些我先 现在在画的都是我 以前先去沾水再去 沾那一叠刚才调好的这个墨水 然后所以他本身就是已经变 变淡了这个 好这个是边界的这个地方 留了这个给他蹭托是吧 然后边 对大家尽量 第一遍或者是 你 不是很硕的话 尽量的淡 这个墨水尽量的淡 然后把它给用 用四叠 把它先调好 然后是的make sure 很淡 然后再 然后还可以继续 就是说落笔之前 把这个笔洗干净啊然后 落笔之前还可以 笔尖还可以在清水碟上面再 再把它更进一步变淡 所以这个 好 这里要画一点云 看看你看他这个 伤下来 这两个中间 这里有一点 淫雾的这个 感觉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这里慢慢出来 这里 所以你把笔 寄到这个 银的这个边界 但是不要太整齐稍微有点错落 然后在那 笔在那停住 让它自然而然硬开 所以 它自然而然硬开的时候 这个边界也就不会显得特别 不会显得太生硬 那 然后呢他还有一层 水面还有那个 水纹 我们就称这根那个蛋的这根笔我们来画一点水纹 看他怎么画这个蛋蛋的这个末 但是呢你这个水纹呢 注意 笔不要湿啊不要太湿你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在长的这个步骤 但是我们到了这一步我们把笔给 抹得稍微干 干一点 然后我们以前的话比较简单的水纹 就尽量把笔拿中锋是吧 然后呢我说把 顺着水的方向呢 变成脱的这个感觉是吧 这个可以比较好的画出来这个 水的这个 那种质感啊所以先中锋然后 在 在这个水的脱的这个地方呢把它给 把笔拿斜啊 变成偏峰啊 变成偏峰啊 应该这个叫做 側峰还是偏峰啊 反正就是说 行笔的方向跟这个笔倾斜方向是一样啊 然后这样拖出来这个水呢又有变化 这样 基本上是以偏峰为主 不是以中锋为主 但是偏下去啊 所以这个 然后我们绕的 当然 沿着这个 旁边你要画出来这些水纹你就用 用中锋来画啊 所以还是以基本上以中锋然后呢 这些 这些水纹啊 这个 再把这个 线条比较长的这些呢 用 用这个 把笔稍微倾斜 好这个时候呢 你看 这一幅他用了很多 画了很多 所以你先把这个首先注意这个把 不要太太浓啊 所以你可以放开 版的这个画 然后呢 这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个 这些水纹的这个排列的分布啊 不用特别 所以靠着这个 东西的地方 靠着这个石头看着岸边的这些地方呢 你可以画密一点 然后呢这些笔呢注意收到这个 边界啊 收到这个岸边的这个边界 所以 这个边界的这个地方啊比较密啊这个你 观察自然也是这样这些坡啊在这个 边界的这个地方感觉比较密 啊 包括这个 石头啊 水里边的这个石头周围 然后其他的散出来的这些地方呢 你像他这样画了很多但是呢不要金银啊 不要不要整整齐齐稍微 有些疏密啊 有些疏密的这个感觉 有些 然后这个这条密然后呢这地方这些地方输啊然后慢慢的这个 这地方呢好像这些密的这个地方呢又有一点 有点 有点那个 Travel过来啊 然后这样 有点这样的这个 所以 从某种小度呢你可以把这些线条理解成一个单位啊 还是中国话的那种概念有个单位啊这些线条是一个单位 但是你把这个单位画到一块 最后呢 又形成一个整体效果啊 像我们的树啊 一些点子单位但是 凑到一块你又有一个整体效果 这个整体效果就是这个 这个 水面啊 有一点那个光线的这个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水是一大片是吧 前头有很多东西 所以注意呢 大家要画这些 带有一点 背景式的东西啊 这个水有点像背景这样的东西 又有前头的东西 你注意呢 这些背景不要 停留在 前景的这个边界上面就以前我说过这个概念 不要以不相关的东西为边界啊 所以你好像在这个 树的后边你窗透一些线进来啊 窗透这个淡淡的窗透进来 这样 前后的这个感觉才比较明显啊 不要说啊 简简单单这些线就停留在这个树的边上然后这边就没了啊 你这大胆的窗窗窗透过来啊 所以是这些 你看这个树的后边有窗透一点这些 水的波纹所以今天这个呢水的波纹很多啊 所以我们 大胆的画 多画一点 所以这个水的这个波纹呢 注意还有另外一点这个行笔不要太 飘 虽然是水清飘的东西你看那稳稳的 行笔这些来画 行 这种行笔来把它给画出来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 染颜色 我们先用这个 先用点猪表 然后我想用这样 猪表呢 这个树 来 染成这个 红中带黄的这种颜色 就是猪表再加藤黄 我这里 就是 这个猪表呢正好我把这个人的这个脸 点一下啊 就是这个 这个人的这个脸 点一下这个荡荡的这个猪表吧这个人的这个脸的颜色给 然后好我这根猪表的这根笔 我们来 旁边呢 我这个猪表旁边有点藤黄 所以你这时候产生一点变化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 猪表的笔尖去沾点藤黄啊然后我们 来点这个 这棵树呢把它给画成一棵 这个 红树啊 这个是跟他的原作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 这个树本身我们是自己 按照我们的这个 构思来啊 好注意好像 还是 有这个一层一层的所以你还要继续的按照我们刚才 画的时候的那个 一层一层的那种 想法啊 不用说金银的这个整个还是又画的时候 外边的一层里边的也有 有一些层次的这个感觉啊 然后这些点呢 不一定是 点到末的地方你可以透出来一点啊就是说有一些地方你可以让他跑出来一点就是说 有点像独立出来一点 不是说有墨的地方采展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还是 像他这个 用两种基石来画啊 一种呢是 花青跟紫石 所以我们先用 先用花青 然后花青呢是 几乎所有的地方你都可以 可以 多多少少少展点花青 然后呢过后紫石呢再 回过来把它给 回头来highlight一下啊 除了这个他他这个画面上面大概这个我没有展花青 其他的都 都用花青 打底啊 我们也可以这样 然后 如 台面的花青 跟 虾边的 浓荡会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 虾边可以浓一点 或者是你可以长两遍过后我们回头来再来 啊 所以 自己变有点像在打底的这个 那这个过程呢 也可以注意也是 笔尖可以有时候去沾点这个水 然后浓淡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过活我们这些树也又 稍微浓一点的花青来画一下 要不要那个 这个树干啊什么之类的 过后这个亭子我们过后再来用这个 也用珠表来讲一下它的这个顶上 这是第一遍啊 然后我们把再稍微浓一点的 这个笔 大家不要太湿来 我们来画一下这个树枝 跟树干 跟我们塞幅一样啊 我也是一样就是说有一些用笔呢 你可以 撇开这个墨啊 墨的这个用笔 稍微独立一点 但是keep它的 跟原来墨的这个走势一样啊 不要说太 太突然的这个变化 类似的 原来的这个墨的走势 但是你可以独立的计划 将来多一个层次 好然后的快快好了 就是最后再加一遍这个 在适当的地方再加一点花青 不是所有的地方 主要就是这一面啊 特别显眼的这一面 我们就类似他的这个idea 然后呢 他这个用他这个颜色呢 把前头的这个 石头啊 就是说这个花青 跟紫石在这个石头上面比较明显的把它给 contrast的出来 然后其他地方就是适当的 mix进去一点啊 就是说不是说像这个比较明显的一层 后面的也是 把它现在调单下来 然后包括这个银的这个边界啊 用花青来 这个呢 这个呢其他的这个地方 以那个紫石打底过的这些地方呢 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点啊 加点花青进去啊 这个但是不像这个就这么整片 像他的这个颜色里边的这个 我这个随便这个树啊 我这个随便这个树啊 加一点 因为花青事实上是植物的颜色 所以那个并不是说植物一定是绿的 我这里有点焦一点 这个 尖纸可以 就好像印出来啊 你我现在用点清水 把这个墨往回改啊 使得他不会印的太厉害 就说你外边 现在我是用这些就是清水的 的那个笔啊 不会干了之后没有颜色 但是呢 我现在往外加点清水啊 然后这个墨有点往外印 我就把它的往回港回去 中国画的这个仙子的这个 仙子的这个特点啊 比较 如果清水我现在是用清水啊 再 再fix一点这个 有时候印的太 往外印的太厉害了这个 好我现在大概完成但是但是我就是说把这个 他这里画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看的这个就是花青跟前头的这个子石的石头的一个contract 所以说我我在把这个前头的这几块子石 啊 这石头的子石呢给加强一点就行了 这个使得他的这个 两指之间的这个contract的比较明显啊 就是两种颜色的这个看出 哦还有这个cobin停止的这个 用比较干的这个笔 磨点的珠标 你可以等到他这个干了再来fix也可以 ok我现在你make sure这个笔哈 比较干 好就就这样我稍微recap一下 这一张呢春茶点展啊 所有的步骤都比较完整 就是说特别是展的这一步 大家可以耐心一点啊 让他完全干了之后再来展啊 不着急 然后 尽量淡的墨水来展 展出来这个气印 这个 你觉得一变不够啊 你可以 展第二变 但是你多长几变的时候呢 注意这样 你就说 好像现在 现在我不会 现在我等他 你要长第二变的话 你可以这样等到 这一副干了之后 你再看看这个效果 哪地方需要再补 这时候再来加啊 不要说 还在湿的时候 没有看出来 这时候就马上来加 所以这个就是说 染的这个久日啊 染久变 就是说染多变的意思啊 这个 但是也是需要耐心 就是说你不要 没有没干的时候 效果还没有 因为这个干了之后呢 这个 这个颜色会淡下来啊 所以你可以再仔细看看 这个效果 当然墨水的那一步 墨水的也当然可以多染几变 但是 不断强调就是说你把墨水调的淡一点 不会一下子出错或者慌乱啊 所以尽量然后你需要再多染几变呢 那当然是修 耐心 修时间的尽量的墨水 调淡了之后的来画比较安全 嗯好 我们就散到这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姐妹们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